第九十二章 以血洗血 宁却抬起头来看着他 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过那种累总还是有些好处的 学个奥数的家伙去考书院术科 看那种难度的题目 不会觉得难 只会觉得特他妈二 总比我这辈子的累要强上很多 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么个鬼地方 在将军府过了几年好日子 结果就因为你们这些人 好日子没了 认识的所有人都死了 爹也死了 娘也死了 我那年才四岁 结果我就要考虑生存还是死亡这种狗屎问题 你说我累不累 四岁那年 他第一次握紧了柴刀 第一次杀人 然后看着那些微微发污的血水 顺着柴刀头流至手指缝里 变成粘稠的半固体 那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巧克力火锅 是一种很恶心的东西 事后他洗了无数遍手 却总是怎么也洗不掉那些血腥味 和柴刀上附着的淡淡秀味 这种味道一直伴随着他整整十二年时间 他把右手伸到雨中 任由雨水不停的冲洗 却总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洗干净手指尖那些粘稠的血 脸色苍白 怅然的说道 那之前 我没有杀过人 结果 我现在杀起人来 比当年做题还轻松 我没有结过婚 却要带着一个小拖油瓶纵横民山千里 看着一个人便觉得他想要杀死我 然后把拖油瓶抢走当小老婆 你说我累不累 我这么累 都是你们造成的 所以我只有把你们全部杀干净才能变得轻松一些 只有你们体内的血全部流完 我才会觉得我手上的鲜血被洗干净 所以你可以认为这是一场冷血的复仇 但有时候 我自己在想 这更像是在洗手 宁缺看着垂死的老人说道 用你们的血洗我手上的血 说完这句话 他蹲下身体 捡起老人身判那把柴刀 看着老人说道 至于你能不能明目这个问题 到冥界后看着将军府那些人头是在问吧 不过我相信你这种潦倒度日 自诩忠义无法两全 以苦难当作赎罪的无聊家伙 一定没办法闭上眼睛 他凑到老人耳畔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握紧柴刀 极熟练地砍断了老人的脖子 站起身来 在院中积着的雨水里捡起立帽 重新带回头顶 推开院门 走了出去 院中雨水依旧下着 前面的铁房依旧传来打铁声 柴房外的柴堆 没有人再劈了 那把柴刀 歇在了老人的脖子里 前宣威将军副将陈子贤 如今的长安城东城 潦倒打铁老将人 瞪着眼睛 看着从天而降的雨丝 如鱼肚般的冰冷眼眸里 满是暗淡绝望神情 始终无法闭上 任由那些雨水打击在眼球上 把那些血水冲起得干干净净 贫民房外的大黑散下 桑桑默默看着港口方向 从开始到现在姿势没有任何变化 穿着旧鞋的小小双脚始终站在同一地方 雨水越来越大 打湿了他的头发和左肩的衣裳 他却没有后退几步 去沿下躲避的意思 巷口空无一人 却有脚步声响起 他扭头望去 只见带着立帽的宁缺 从西侧某道口走了出来 立帽阴影间的脸颊苍白无比 他急忙撑伞上前替他遮雨 然后趁着无人注意 快速离开了这片街巷 油纸名单上的第二个名字 终于在今天被划掉 被杀死的陈子贤 是将军府灭门一案的直接凶手之一 然而回到临四十七项老笔斋中的宁缺 情绪上看上去并不太好 擦干了身上脸上的雨水 连脚也未洗 便直接躺到了床上开始睡觉 这些日子 他在旧书楼里苦苦煎熬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今天冒雨杀人 精气神里绷着的那根弦 绷到了极点 然后骤然为之一松 加上微寒春雨一淋 便如春山泥流般 直接并握床头 难以再起 微冷的身体 感觉不到太多热议 纵使桑桑已经给他盖了两床棉被 他紧盯着心弧了很多纸的屋顶 南南说道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进书院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拼了命 也要在旧书楼里待着吗 你知道 我为什么拼死拼活 也要踏进那个世界吗 桑桑正蹲在门口忙着煮姜汤 没有理会他隔个一年半载 便会来一次的胡言乱语 也没有时间去回答他这些无聊的问题 宁缺艰难地转过头去 看着门槛旁蹲着的瘦小身影 沉默很长时间后微笑说道 这个问题真是有些胡闹 你当然知道 可是别人不知道 喜欢 其实只是最脆弱 最没有力量的理由 杀一个玉石 杀一个老铁匠都这么费力 如果我还是现在的我 有三把刀 看着很强大的我 怎么有能力杀死夏侯 杀死亲王 夏侯太强大了 他转过头来 重新盯着屋顶那些辛苦的皇旨 难难说道 武道巅峰 怎么杀 不踏上修行路 这辈子我都别想杀死他 公主殿下说过 如果少爷 你还坚持天天去救出楼里苦熬 身体会出事的 桑桑端着滚烫的姜汤 坐到床边 吃力地把它半扶起来 低声说道 到时候 不知道你能不能踏上修行路 夏侯还没死 你就先病死了 宁缺接过姜汤 虚弱地舔了舔嘴唇 一口一口喝着 在喝的间隙中 低声说道 希望可能很虚望 但有希望 总比没有希望要强 所以 总得努力努力 桑桑静静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少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 浩天老爷 真的就让你始终无法踏上修行路 那你能怎么办 宁缺把碗递给他 虚弱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卑微一笑后 极缓慢 又极平静地说道 如果 浩天老爷这么坏 哼哼 口糊 那我定要逆天呀 口糊 大概便是出口胡言乱语的意思 桑桑心想 少爷果然又开始 间歇性地发作胡言乱语了 没有好气地把它放平 然后去洗碗 准备晚饭 不再理它 半夜时分 宁缺的胡言乱语变得更多 因为它发烧了 苍白的两侧脸颊上 满是不健康的红韵 偶尔睁开的眼眸神采涣散 不时地在屋顶黄纸和桑桑小脸间往复 似乎有些无法聚焦 干枯脱皮的嘴唇说着嘶哑轻微难懂的话 自行之后坐 报名险 少年宫 拆到 巧克力 雪 脱有人平 雪 民山 雪 魏城 雪 草原 雪 将军府里 全他妈的是血呀 凭什么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什么 他抓着桑桑冰冷的小手 眼光却不知落在何处 紧紧簇着眉尖抿着嘴唇 酒窝像是个悲苦的句号 脸上满是凄苦的神情 不停地说着这三个字 看上去非常可怜 桑桑把他额头上的尸毛巾换了一条 将他搂在怀里 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 轻声哄道 是 都是他们的错 和少爷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 他们都是坏人 清晨时分 长安城的雨 停了 宁缺的烧 也退了 他迷迷糊糊睁开了双眼 觉得喉咙间一阵火烧般的灼痛 习惯性地想要喊桑桑倒水来喝 却发现自己身旁有人 艰难转头望去 只见桑桑合一半坐在床头 不知何时 已经沉沉睡去 满怀歉意看了他一眼 他强撑着身体 想要自己跳下床去倒水 却还是惊动了身后的桑桑 桑桑惊醒过来 急忙把他重新推倒在床上 然后跳了下去 宁缺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忽然开口说道 我是不是挺没用的 桑桑将茶杯递到唇边 试了试温度 应道 少爷 你又说胡话了 宁缺喃喃地说道 看太上感应片 看了这么多年也没看懂 看那本薄薄的汽海雪山出炭 更是连里面的字都记不住 这么拼命还是没办法修行 现如今更是堕落到杀个人 都要大发一通牢骚 甚至还会大病一场 唉 真是没用啊 清晨时分 高大雄伟的珠墙后房 一花青树包围的御书房内 大唐天子李仲义站在门槛内 看着不远处那些树叶上滴落的雨水发呆 皇后娘娘刚刚侍奉她梳洗完毕 用完早餐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想来御书房看一看 作为大唐的皇帝陛下 令万邦臣服的唯一男子 按寻常世人眼光看来 她应该没有什么烦恼才是 但她此时沉默望着园内 清俊的容颜明显有些躁欲不宁 夫子又去天下游历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朝小树这家伙 也终于溜走了 不知道 他 他还会不会回来 李仲义想着最近这些天离开长安的粮师 易鹏 心情愈发沉重 看着雨后尘花湿树 竟渐渐生出了寂寥孤单的心绪 好生失落 这也正是她为什么清晨便来到御书房的缘故 只有在这间不被人打扰的房间里 她觉得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皇帝陛下酷爱书法 虽然时常献宝一般召唤大臣们前来赏书赏话 但除了宠爱至极的皇后娘娘和四公主 没有谁敢不请而来打扰她的清静 甚至她不让太监宫女们来整理这间房间 一应书贴陈列都是自己亲自动手 长须短叹转过头来 她准备去写几幅向来密不示人的烂字来了书情怀 忽然神情微微一宁 注意到书架某层的书册倾斜方向 似乎与以前有些不同